2024回国惊魂 没有什么惊魂 很开心 聊聊这个我担心的一些问题 回国之前担心的问题 但是呢 担心是多余的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回国要去派出所注册报道 这个好像是网上传 就是说这个我也发过一个帖子 关于这个 因为我特别担心 也是我准备去做的 就是说如果你回国之后 住在这个社外旅店之外的地方 甭管谁家 你是拿外国护照的话 一定要在24小时48小时之内 去这个当地的派出所 要注册一下 注册一下 我注意了一下 在进关的时候 进关的时候 的确有一个小蓝色纸片 用这个好像是中英文上面写着 我看了一下 我扔掉了 因为我也没有计划 住在旅店或者宾馆之外 现在这个中国这个住店 也比以前麻烦许多 一定要选这个有设外 有设外接待外宾的这种宾馆 或者旅店 所以说呢 你订旅店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看一下 我都是在这个Hilton上面订的 所以说没有问题 这是一点 注意点 再回过来 说这个是不是要去注册的问题 我没有计划在其他地方住 所以说也没有打算去注册 但是呢 这个计划感不上变化 这个忽然处理我的这个行程 变动了一些 我就在这个 我的这个一个亲戚家住了三天 住了三天 住三天 我曾经跟他说过 就是说你如果方便的话 我住在你那里 但是有一条 也许你需要按照法律规定 你需要去这当地的派出所 和我一起去注册 他说这个没问题 这都不是事 哥们在这个中国待惯了 大的小都见过 这叫什么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就住在那里了 住的时候呢 因为呢 多年没见 一兴奋 把这些事都忘了 到时候他的 他媳妇 他老婆提醒了一下 媳妇比较细心 怕被罚钱 说 哎 哥 您这个 咱是不是要注册一下 我说咱都第三天了 也没看人找上门来 我说应该不必要 我明天就 明天就走了 所以说呢 也没有去 当地的派出所注册 所以说呢 这个法规 这个法规 是在那里 你进境的时候 如果你是拿外籍护照的 你会收 你会给你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这个 像很多中国法律一样 如果你在中国 你是从中国来的 或者是在中国呆的 你都知道 美国也一样 很多的法律条款在那里 但执行的力度和速度 是有限制的 打个比方 我们所说中国这个防火墙 不能翻墙 法律在那里 但是你翻了墙 也没被抓起来 是吧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大概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 我说 还是这么说 如果你真的担心 会被罚款 会遇上麻烦的话呢 你就去 去这个当地的派出所 去报道一下 注册一下 我想手续也不会太繁琐 这去掉了一个心病 免得找麻烦 因为它的法规 的确是在那里 是在那里 如果你不担心 也许你就想住个一两天的话呢 我认为 或者短时间 我认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实在担心 我说我住一晚上 我也不行 那你就去这个派出所 拜一下